看看Calendar今天的行程如何 同學聚會 但我就會這麼多人出席 一定不會每個人很有良心的幫你P好樣子才撲 就算撲出來我的樣子中了 面目全機腳地撲上網全開 我真的失業都有份 射得這麼好 又來M 臉又黃又腫 還生好夢瘡 怎樣好呢 OK 還死也死 不死一定死 試試這個免P圖小蘭去黃妝 首先塗保濕Base 最會這家東西很容易越傾越傻 萬一妝不貼的話 就養衰了 一部補水妝前女入面的H2O Complex 可以立刻令皮膚變得柔軟補水 令之後上的粉底 都可以上得更漂亮和持久 今次的粉底 就用到Make Up For Ever的速效換肌修護粉底 Reboot Foundation 這個粉底厲害之處 就是化妝、護膚同步進行 不是開玩笑的 我在韓國12日 無論是幫金鈴搬屋 還是出去全日shooting 還是室外拍片都好 都是用這個粉底的 而且還會搭這支112號粉底掃 來做一個小顏按摩上粉法 技巧非常之簡單 將粉底點上面 或者用掃沾來上都可以 之後就用粉底掃 從面部中央 由內往外打圈上粉 這樣做就可以避免上太多粉底 而造成厚重的粉感 都因為這個鎖頭特別的設計 就可以做到小顏按摩的效果 鼻翼眼角的位置 可以用斜圓頭 搭搭搭搭的方式 去建立遮瑕度 說回粉底 裡面的護膚成份 可以令到妝好像雞蛋肌 那麼滑之餘 還可以很自然地做到遮瑕和均勻膚色 like real skin 大家看到還沒上粉之前 皮膚有很多瑕疵 鼻翼會泛紅 會有黑眼圈 還有暗瘡印 還有巨影的痘痘 另一面上完粉之後 明顯看到膚色均勻了很多 黑眼圈都減淡了一定程度 而面部的小瘡子 都輕輕鬆鬆被遮蓋了 面上那麼多瑕疵 就不能不用遮瑕膏的金鋪 這支的Ultra HD Concealer 質地是超容易推過的 有支遮瑕膏可以用掃 或者美妝蛋 但這支的遮瑕膏 就是要用你漂亮的finger 用dot and depth的方法 來遮蓋黑眼圈 三點就夠了 不要太多 而暗瘡當然要重點遮蓋它 再給你們看看遮瑕膏之後 兩邊的分別 黑眼圈、泛紅和瑕疵 都真的遮蓋到九成 看到另一邊 真的差別蠻大的 快速上另一面 就可以上妝容的其他部分 眉毛我一直都是跟著自己的眉型來畫 而在眉尾的部分 就會加長一點 眉眉向下 令眉不要太一致 而眼影方面 我就選擇一個很淺的香檳金色 在整個眼窩做打底 之後再次用到my trusty finger 去上閃粉的顏色 因為用手指的溫度 才可以拿得到閃粉 而沾得到上眼皮上面 之後就可以在雙眼皮位置上色 再用一個blending brush 去掃鬆一些邊邊位 用一支扁身或者很有細的掃 去沾一點點和上眼影一樣的顏色 想在下眼尾的位置做一個平衡 這樣就可以令到整個眼妝網絡不會上重下輕 之後可以畫一條簡單的眼線仔 眼尾記得不要拉得那麼長 因為你不想你的舊同學以為你是一個妖孽 OK 畢竟大家都有這麼長一年多 因為我是沒有時間去直眼睫毛的緣故 所以就一定要塗蜘蛛 首先先塗一個bass 我眼睫毛真的很不習慣 胭脂方面我選了一個淡紫色的胭脂 顯白之餘還有少少少少少女的味道 要讓你同學知道你活得很好 小時候經常都被人說我像扁鼻貓 到大過懂得化妝 就當然要打點陰影光影 去突出自己面部的輪廓 不要那麼多年之後都繼續被人開玩笑 睫毛bass乾了就可以上墨膏了 好過沒有 嘴仔選了這個nudy的珊瑚色 不會太橙也不會太pile 剛剛好 妝容完成 先喝一口水回一下氣 之後就可以處理一下頭髮 在做頭髮之前 習慣性都會上髮尾油 先上髮尾 之後剩下的少少 才上頭髮根部的位置 之後就可以用一個去靜電的梳 去梳順頭髮 這樣就不會無躁不整齊了 今次就只是一個同學聚會 不需要夾帶波浪那麼誇張 所以我就用一個直髮夾全頭夾一個眉曲的一個髮型 一小撿一小撿這樣夾就可以了 其實呢 色色色的這樣下去就已經做到這個髮型了 很快脆就搞定 之後呢就找回前陰的毛毛去仔細夾一夾 看起來就會比較精緻 其實呢我都不是很想在同學仔面前 看起來太顯眼的 所以耳環還是帶回一對精緻的小圈圈 就夠漂亮了 今天化了這個妝 做完這個髮型 是不是立刻看起來順眼了很多呢 臉看起來也小了很多 不信我給照片來看一下 那個前後真的 是不是沒有騙你 這樣打扮就算去同學聚會 帶合照他們 就算不幫你P的樣子 都可以直接出街了 嘻嘻 希望你也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都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關上旁邊的鐘頭 之後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通知 我們Facebook、Instagram見啦 bye